走到户外找寻废弃物 捡起被丢弃的塑胶瓶和锡箔纸 这位16岁的男孩想做些什么呢 男孩名叫沙基鲁拉 回到家里他开始忙碌起来 把从外头捡回来的垃圾组装成模型车 鲜艳的挖土机、堆土机和拖拉机 各种车款充满创意 他还会自己绘制蓝图 拣选想要的零件平平凑凑 就连废弃针筒也能用得上 重新上点漆装点外表 儼然成了一台新车 有的还能自己动起来 沙基鲁拉的老师和家人看到成品 都纷纷鼓励他继续做下去 发挥创意巧思 把垃圾变成黄金 装社综合报道